大家好我是Paul 週五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這邊來有趣的一個標題 Craft will pay you $20 not to make cheesecake for Christmas What the hell? Cheesecake 可能是你們認識的一個字 Christmas 你也認識 20塊錢 你也認識 誰是Craft 好 我剛 Google 了一下下 這家公司 我覺得你應該有點印象 在台灣有沒有這家公司的食品在賣 我也不曉得 但我們很肯定有這家番茄醬有沒有看到 這個叫做 Heinz 那全世界知名的番茄醬 那事實上它是同一家公司 好像是 Craft Heinz 還是 Craft & Heinz Anyway 多半做一些這種 反正就食物啦 都是一些加工食品就是 必須說 所以這家公司付你20塊 讓你不要做起司蛋糕 What? 所以聖誕節不准你做起司蛋糕 他可以付你20塊 怎麼會這樣呢?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新聞啊? 所以這是12月中的新聞 沒關係 我們來看 So Craft is using its cream cheese shortage as a marketing opportunity 所以他在用他的一個 Cream cheese是什麼東西 就是下面這邊我 就這一個 OK 這個就叫做 cream cheese 那他的特別的一個這個質品 就是應該叫他品牌嘛 我Craft是他的母公司 那這一個這個牌子叫做 就是費城 Philadelphia 那 Philadelphia的 cream cheese 台灣也買得到你知道啊對不對 那我也買來用過 圖麵包還什麼鬼的這樣子 所以他說了 他要幹嘛呢? 所以他在用他的 cream cheese shortage 當成是一個行銷的機會 所以 cream cheese OK shortage 就是短缺 所以怎麼會有 cream cheese的短缺啊? 我們在台灣可能還真不知道 那好像是有的 So for just a few days this holiday season 這個holiday season 其實我們就可以理解為 就是聖誕節到新年放的這段假期 你可能會想說這段沒有假期啊 因為台灣就只有 聖誕節都不見得有放對不對? 以前還有個行線紀念日我記得 但聖誕節不放假 那我們就只會放個元旦 所以這不是一個長的holiday 但對很多學長人來說 他們可能就 會這段時間可能就請個假 所以他們的Christmas說不定是兩個禮拜長 或者至少一個禮拜 你可能可以飛回家鄉啊這些 因為老家可能不在工作的地方 所以他們會稱為holiday season 而甚至我也可以強調 merry christmas這個詞 他們都不見得常常講 因為你如果今天是 你如果今天是一個信多神教的人 你可能會覺得merry christmas 你就講沒差嘛 可是你是猶太人的話 你會覺得我又不過Christmas 那你如果是穆斯林 你可能更不覺得 我又不過Christmas 我是信伊斯蘭教的 Right? 所以為了要尊重每個人 所以我們有時候 甚至就不會看到 shopping mall裡面寫著 merry christmas 他可能會寫著 happy holidays OK? 所以你見到人 講祝福的話 hey happy holidays 你可能就不會講 merry christmas 因為說不定 他不信這個叫 對不對? 好 所以這也是一種 不知道 體貼大家的做法吧 所以在這裡講holiday season 你懂了 so a limited number of people 所以有限量的人 will be able to spend twenty dollars on dessert and charge you to craft 你可以花二十塊錢做點心 而且這二十塊啊 你可以讓他來付錢 所以charge這個字 我們知道就是有 跟誰索取費用的意思 OK? 所以你去吃飯 那個店就會charge你錢 所以charge這個 有收費這樣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錢 charge you to craft the owner of philadelphia cream cheese 剛剛說的 所以the premise 好,premise這個字 所以它的前提是什麼 OK? 我們在講那種 有時候講一些那種 邏輯學或什麼這些的 那種 我記得好像叫什麼 三 前提是什麼 然後假如什麼是什麼 那什麼什麼是什麼 那個三部推斷的那個 我有點忘記那個叫什麼 以前我還真學過 我記得 但是現在已經忘記了 所以總之前面的一個前提 premise 你設下一個立場是什麼 所以你的premise是什麼 people who can't bake cheesecakes because they can't find cream cheese 這麼長一段 所以主持 而且它這個形容詞詞句 跟它連在一起 便便的豆頂隔開 所以就這些人這樣子 什麼樣的人呢? 沒有辦法來做起司蛋糕 因為找不到cream cheese的這一些人 他們可以幹嘛? they can get another baked good on craft's dime 你就可以做另外一項甜點 不會用到cream cheese的甜點 而這個呢 craft請客 因為他覺得他沒有辦法賣cream cheese給你 是他對你的抱歉 所以你做另外一道甜點 沒關係 我請這樣 我覺得這公司很屌 所以省了行銷費 他真的沒有cream cheese賣給你 那沒關係 我這個行銷還是很成功的 我覺得 要是我是顧客 我會覺得就甘心了 雖然說沒吃到cheesecake 可能不太爽 可是我至少這公司 我覺得還蠻有心 So here's how it works 所以詳細來說怎麼運作的呢 people interested in the offer 所以你要你對 剛剛說的這個offer有興趣的話 can visit a special website set up by craft 所以你就去看 他特地設定出來一個網站 on december 17th and 18th 所以在這兩天裡面 up to 18,000 people 所以一萬八千個人 will be able to nab the right 你就可以捕捉到抓到這個權利 to get reimbursement 啊這個字 所以這裡有一個reimbursed 這什麼東西呢 這就是我說一下這個中文要怎麼說 我說一個前進給你講 假設你這個業務 然後呢你請客戶吃飯 那但是你可以把這個 今天這個飯錢 因為是客戶嘛 你可以拿回家報工帳 你只需要拿著這一張收據 所以收據叫做receipt ok receipt 這個字的發音 p是不發音的 自己小心 所以不是念成receipt no receipt Receipt 你就把這個收據 拿回去給你家的會計 你可能一個月結一次之類 對不對 那可能要黏貼在一張什麼紙上 我知道很多公司好像會這樣子 因為會計這樣好歸大 你不要丟一大堆收據 給他讓他去黏 他可能就翻臉這樣 我知道很多會計 公司會計 拿了時間幫你做這些啊 所以你是個業務 你可能也可以叫助理 或之類的 你把它整理起來 然後交給會計 會計可以幹嘛 會計就可以把這個錢 補給你 所以就請款這樣子 ok 拿收據去請款 請款 所以 他的動詞就是reimbursed so so this meal that you had with your client will be reimbursed by the company ok the company will reimburse you for the meal that you had with your client 大家聽懂我在說什麼 所以這個reimbursed就是補錢回去給你 ok 我這樣講算是你聽懂嗎 ok 補錢給你 所以這公司的請款的概念 我這樣說應該夠清楚 所以名詞是reimbursed 所以你看這裡看懂 所以你就可以能夠來得到這個權利 to get reimbursed for how they treat 所以你可以放假期間沒有 cheesecake 做另外一道甜點 你會得到他補錢給你 they will be able to submit receipt 你看這裡出現 你只要把這個收據留好 to the company a few weeks later 幾週後給他 就可以了 他就錢給你 所以for craft the campaign is a way to soften the blow of empty cream cheese shelves 所以這個做法是一個方式來去軟化那個blow 這個blow就打擊 顧客看到你的貨架上沒有cream cheese 生氣有沒有 那這個東西對公司是一個打擊 所以這一個campaign就是來把這個打擊給軟化掉 所以那軟化這個詞 s-o-f-t 這個念soft 這個不念做soften 它的t不發音 你就念成soften就可以了 就很像fast這個字雖然是很快 可是也有進食的意思 可是還有一個動詞fasten 這個叫做把東西記好 記安全帶或皮帶之類的 fasten 或者是你說的那種防護具之類的 把它記起來 fasten 所以不念做fasten 這要小心 所以軟化這個blow of empty 空的這些cream cheese shelves 貨架 shelves 然後而且還可以讓顧客們 一直想到這個phaladelphia cream cheese 因為你知道吃人嘴軟嘛 這是craft請客的 我們不用花錢買這道甜點 因為craft說沒有cream cheese 給我們很抱歉 所以請我們吃爽爽的 而這樣子呢 還不會把這個品牌 給它弄酸掉 souring the brand sour這個字一般來說是酸 所以這邊可以把理解為 延伸為就是破壞掉這個品牌形象 OK 那這邊再多補充一點就是cream cheese 是最近一個很難買得到一個這種家用品 所以這是一個最新的hard to come by 所以這個片語 if something is hard to come by 就這個東西不容易買得到 所以這個動詞片語come by OK something is hard to come by 那它把這個東西合在一起 可以變成一個形容詞片語 所以這裡有形容詞 hard to come by grocery item in a year of shortages 在一整年的短缺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pandemic has made it difficult to keep shelves stocked 所以pandemic讓這些貨架很難保持堆滿的狀態 因為大家不能出門在家狂煮東西或狂烘焙東西 so last year with more people baking and eating at home demand for cream cheese jumped about 18% compared to 2019 漲了18% 所以那這個東西你知道cream cheese它一定不會做超多 因為容易壞嘛 所以它一定是緊緊的保持自己的倉儲不會太多 然後做多少賣多少 所以突然跳了18%上去就會買不到這樣子 alright 而且餐廳還是有在點這個東西 所以表示大家在搶 alright 好 這樣人家就懂了 OK 所以下面我們就不用再看下去了 我覺得蠻酷的齁 所以他們想出這個 It's a very creative way to make sure that the brand doesn't suffer a blow 沒有被這個打擊到這樣子 because of shortage in supply 好 所以不錯 我們來小小複習一下 我好久沒拿這張圖出來 因為常常忘記 真是過分 來 所以這裡我們會很快看一下 shortage 短缺沒問題 holiday season 我剛剛說這是一個比較可惜的方式 來說放假 蚊子 要不要讓我打一下 come on 他很想躲到麥克風裡面 你知道嗎 因為麥克風黑黑了 出來了 Shit 好 又飛走了 好 先算了先算 剛剛那什麼字 shortage 是嗎 好像是吧 腦袋已經突然間跑掉 我知道這樣就好了 我在幹嘛 對 是shortage 沒錯 好 OK holiday season 我們說宗教的關係 我們不見得要講 Merry Christmas 因為很多人不 celebrate Christmas 順便講 你知道猶太人 我剛剛說不會 celebrate Christmas 那他們 聖誕節都在幹嘛 他們就去 中餐館吃飯 因為 一般來說 華人也不會 celebrate Christmas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唯一在 Christmas 還會開的餐廳 所以這時候 猶太人就會去 Chinese restaurant吃一餐 這就是 孤單的人一起取暖吧 或許是 Premise 前提 OK 這個Premise有些其他地方用法 像例如說 這邊有個發生一個 謀殺案 兇殺案 然後警察就會拉那個黃線 把東西圍起來對不對 這個就是 Police 設了一個Premise 這樣子 Premise也可以這樣子用 好 然後這個reimbursed 我剛剛講的比較久 就補錢給你 請款這個概念 Receipt 是收據 這個字叫Recipe 它叫做食譜 所以這兩個長得也亂像 請同學不要把它搞混掉 Receipt 收據 Recipe 發音也不一樣 發音 發音尤其後面這個字 有時候會唸 不好唸對 因為它 怎麼會CIP 你可能唸成 這不是CIP嗎 CIP嗎 不對 Recipe Recipe PE是有發音 很特別的一個字 好 那 再多講一個好了 那 你去餐廳吃飯會有Menu對不對 所以Menu跟Recipe 也不要搞混掉 這三個東西都可能出現在餐廳裡 你有沒有發現 你去吃飯有收據 有一個Receipt 然後你說 這個東西怎麼做的啊 真好吃也能不能問問廚師 這個食譜是什麼 Recipe 那你吃飯的時候先點菜 點菜是Menu 因為那個是菜單 不要唸成Menu Menu可能是我們台灣人唯一 應該是全世界是不是有台灣發明出來的唸法 Menu No Menu Menu Soft是軟 軟化掉 Soften Soften 他剛剛講的是Soften那個blow OK 打一下這樣子 重擊 Fast可以是快 也可以是不吃東西進食 Fast是把東西綁緊 不是唸成Fasten No OK Sour是酸掉 Cool 那這個東西現在不好買 So Philadelphia cream cheese is hard to come by Hard to come by Hard to come by 好 講到這裡可以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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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